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盧鴻音樂會 你要不要先自我介紹一下 盧鴻姐好 大家好 我們是 Special 哈囉 我是Kedy 我是洪正 大家好 我是韋進 大家好 我是陳翔 今天為什麼只來了四個人呢 今天只來了四個人是因為 其他人忘記今天有通告 哈哈哈哈 開玩笑 開玩笑 因為就想說就是我們這一次 就是四個人來宣傳這個東西 寫真集 大家想要寫真集 一定會想到眼睛會噔 尤其是去泰國對不對 天氣這麼熱 所以我們到底能看到什麼呢 陳翔那天有做了什麼 日光浴啊 什麼 所以說現在賽成這麼黑 沒有 就只是他們都在室內吹冷氣拍照 我都在室外那種 哦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陳翔那天 寫真集可以看到這樣子的那個照片嗎 呃 有手臂而已啦 手臂而已 對 可是我沒有什麼肌肉 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 你記得的時候你會發現臉紅了 有嗎 你臉紅了 超紅 臉紅了 所以等一下 你是害羞會臉紅 還是說謊會臉紅 還是興奮會臉紅 都會 都會啊 真的很紅嗎 真的很紅 超紅 耳朵整個紅掉了 如果能我真的 真的如果說寫真集要推派一個人出來 展現那個Body的話應該是誰 應該是Reilly吧 對 就是之前我們的健身控是明傑 現在已經換了 後來是Reilly 也不是說明傑就不健身 就是這兩個我們還在等 還在等 看誰的比較 就是比較爆炸 明傑現在在接受國家的訓練 訓練完應該還不錯對不對 對 應該還不錯的 為什麼選擇去泰國 而不是去其他國家 嗯 泰國比較 我覺得 他的季節 很適合拍照 對 很漂亮 陽光啊 整個空氣啊 拍出來照片就特別帥 特別不一樣對不對 是 那你們自己去 你們有沒有之前去寫真集 拍寫真集 之前有沒有去過泰國 沒有 我之前有去過 我覺得我也繼續去過 對 那跟你這次工作 跟自己出去玩 有什麼不一樣 好好講 因為 因為 因為我們這次是去到 他有安排很多點 可是我們去到每個地方 就包括連去到 大賣場裡面 我們都是邊拍照 所以 所以根本都在工作 對都在工作 走到哪裡都是拍照 除了吃飯的時候 吃飯就不用拍 應該有拍一點吧 吃飯有拍一些 就是 比較重點的有拍啦 對 比較隨便吃的就不用 如果是在特色的東西 可能會有拍 就拍一下 你們這樣 從出道到現在 組團 最近這幾年這樣 我想應該最多就是拍照 因為走到哪裡 大家都會拍照 可是看到歌迷歌迷 也想跟你們拍照 我們自己私下 都很愛拍照 所以拍照對你們來講 即使工作拍照 會不會覺得有不耐煩的時候 我覺得 團體難 拍照難是難在 大家的狀況要OK 就比較難 因為可能就是 有八個人 但一拍 這一張大家都可以 可是這邊閉眼睛了 對 或者是怎麼樣 這個比較難一點 你們有找到訣竅說 至少在某一刻 他大概那個tempo要抓到 那時候眼睛大家睜大 不要他剛好有一個人閉眼睛 訣竅的話 如果是一字排開的對型的話 我們現在就是會靠 仰賴那個電腦的技術 就是大家都來先來拍單卡 然後再去拼成 一張的那個 對 可是如果說像是這種 坐在沙發這種就不行 完全是要靠默契 因為那個馬上 真的是每一個人的表情 都不一樣了對不對 不如現在這樣子 我們來一個最簡單的 因為讓個別有表現的機會 自己你們覺得有個最可愛 或最帥的表情 我們個別給他們一個好了 最可愛最帥的表情 可愛 你先開始 你們自己決定誰先開始 不然我們指定好了 指定 就是說 譬如說現在是程翔先的話 就是韋進指定 然後我指定韋進 我指定他要幹嘛 對對對 欸也可以啊 好 所以你現在指定成這樣 這個玩很大喔 好 你不要太難的喔 不要太難 那就基本款就好了 就是一個最帥 秒殺的那種 一開始是不是 秒殺的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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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好尷尬 你還是會害羞 對 他又臉紅了 你看 脖子 脖子 從頭開始紅到脖子 好熱 這遊戲很常熱的 對 那個遊戲好 好赤裸裸 好赤裸 你就知道 好換那個洪正 那個韋進 指定韋你想要表現什麼 哪一塊 我不知道 他剛剛說他很喜歡青春洋溢 青春洋溢 青春洋溢 青春洋溢在解針就看得到 我想要你辦一個就是 性肌很重 就是 性肌很重 就是一個 他要擺這個 還要考演技 我已經的專程 就會讓人家覺得 哇 這個人有那個 誠服 可是我還在動作 對 3 2 1 3 2 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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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辦法就是一個這麼單純的人 其實你前面都OK了對不對 他自己尷尬 自己過功 尷尬 真的完全沒有辦法救 我覺得太難了 這個太難了 真的好難喔 可是他平常不是這樣的人對不對 是這個意思嗎 所以說我剛幫你腳台借下 我本來想要介紹最真實的韋進給 小朋友他誠譜這麼深 大家還不夠認識我 好難喔 這題太難了 你好難喔 那你做也是一樣 換哥嘗試一下 你先試給他看 你可以嗎 就是 讓大家覺得我很陰險 好 哪個陰險的 洪正 誰要Q才能Q 3 2 你有看到他的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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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像對走那個 內心系眼神的 天啊 我是不行你啊 的確是很難對不對 真的蠻難的 好啦那現在我們 換成翔出題目給那個Teddy Teddy 可是你再幫我出一題 你的題目都很有趣 對啊 再幫他出一題喔 Teddy在大家面前就是比較 他雖然是比較清秀 但是他個性很沒 可是大家都會誤解就是說 他就是一個小清新 就不是小清新就對了 所以 這代言 OK 你給我一個吸血鬼的 就是像目光之城這樣 就是一眼就看到說 我要把你吃掉的那個臉 可是你不能夠太外顯 不能露牙齒 不能露牙齒 這個有點 準備好了嗎 OK 3 謝謝鬼喔 3 2 1 你絕對不錯欸 你幹嘛笑 我覺得不錯啊 因為他這一下弄我 我覺得不錯 我只是講話也是 他也是用眼神來演的就對了 對對對 所以說 大家可以想像剛剛這樣的表現 可以知道 Special真的是 演技派的團體 比較玩笑派 對 大家應該有看出他們那種 其實因為你們 出唱片演戲 對你們來講 都是已經是你們 演藝表演工作裡面的一部分 對你們來講 絕對考不倒你們的 比較難的是什麼 你們自己覺得 現在出道到目前為止 你們比較難 就是說 對你們來講 比較困難的那一部分 我覺得可以讓程翔跟偉晴聊一聊 就是我們之前跟那個布姐 冰淇布 布姐拍那個 在床上的一些比較 比較親密的 因為那都是比較 我們比較沒有接觸過的 我其實覺得 因為我們再次去日本拍MV 其實在台灣 拍MV現場 最多大概就是 一二十人這樣 最多 可是我們那天在那個 跟布姐在拍那個場景 他們每個他們大概有五十個有沒有 最少 最少 最少有五十個工作人員在現場 然後中間就是一張床 五十個看你們在床上就對了 對我們就很尷尬 那其實我們收到通知是 大概幾個小時前說 有這段戲要拍 加一段床戲 對那老師也沒有就是說 要怎麼樣演 可是多少人心裡面也是很想說 可以跟布姐演床戲 對我們內心也是這樣子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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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智這個就是心機很重的 對不對 現在才表現出來 現在就表現出來 結果去的時候 你們就真的 內心情是怎樣 心情是真的是很複雜 就是覺得天大難得的機會 真的 就是我們何德何能可以跟布姐這樣 可是真的就是你到了現場 他氣勢太強大 就是完全就是專注就是老師講什麼就照做 對那老師也一直安撫我們說 我知道你會緊張 Relax 就是沒關係 放鬆放鬆 對用日文加英文這樣跟我們講 對然後我們就是上去了之後 因為我們有一段就是 他那歌要放 然後一開始是我跟布姐就是有對戲 然後下來我要滾下床 換偽巾上床 這段我覺得還蠻好笑的 你要滾下去就換一個人上床 這樣往上這樣子 那個感覺應該是 大家都會覺得 應該是會有觸電 那樣很興奮的感覺 結果你那時候是什麼感覺 我完全觸電啊 我真的被 有電到 電到 就是真的布姐很能帶戲 就是完全就不會覺得很尷尬 就完全是很投入 因為他很會帶戲 對然後我就覺得我當下是蠻投入的 韋靖呢你有很投入嗎 你爬上去之後做了一些什麼 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一樣是老師說好的動作 可是我完全就是僵硬擺 我連摸布姐的臉 就是你知道這個手就是這樣 布姐會說 你可以很輕輕 他就說沒關係 你可以真的碰到沒關係 因為我真的太硬了 所以 不是 不是 所以 因為我真的太僵了 換他臉紅了 喔 因為我真的太僵了 所以 天啊 今天我們節目已經把兩個那個 Special 弄得那個 面紅耳式 你看兩個都 換他臉紅了 他臉 所以多試幾次之後 就有比較順 NG了幾次 我覺得 前面兩三次好像有 就是為了那個手的僵硬的感覺這樣 對 那其實我們發生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們一開始的造型 就是我們要畫成 很青尚 很前衛 很前衛 前衛 就是我們要塗煙燻 做煙燻 大煙燻 然後黑髮的人要染成金髮 然後有顏色頭髮的人就是染成黑髮 然後 還要塗一些指甲油什麼 我們那指甲油是 金色跟黑色為主 所以說是就是對半餐這樣 每個人都不太一樣 那其實我們幾個 我們大家都是看到就覺得 喔 滿不一樣的 因為平常不會有這種裝扮 只有在電影裡面才會看到 才會看到這樣 那也讓你們有一個新的常識 對 然後我們大家就說 要一起拍照給布姐看 然後我們這樣拍 然後大概十分鐘後吧 然後他們就說 布姐想要你們變回原來的樣子 你們本來以為 可是這個造型是誰幫你們這樣做的 那個造型應該說是 會讓我們想要變得比較更狂野 所以是你們自己想的 不是 不是我們自己想的 但是我們聽風田講說 這些造型或是妝髮服都是日本頂尖 最頂尖的 他把那一把你設計下就給布姐 看到布姐說全部給我改回來 他比較喜歡我們原本的樣子 因為那個真的那個妝真的是很舞台 所以那個他那個不只是煙燻而已 是整個就是感覺是帶一個面罩 我覺得可能就是跟吸血鬼的那個已經 眉毛也變金色了 對 然後都用那個 用那個膠貼到沒有眉毛 眉毛就是一層土 對 髮尼應該是你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 就是給你們很 視覺很強烈的造型 對 讓布姐覺得我怎麼可能會想念這兩個男人 也許是 也許是因為化了那樣的妝不太適合 就是在穿上 不怪吧 化了那樣的妝在穿上摸來摸去 因為我們頭髮都很硬 對 硬 後來就把它變回來了 這算是一個小差距 就他們兩個有這樣的床戲 你們其他會不會很羨慕 其實我們滿慶幸的 因為如果是我們的話 我們應該覺得超緊張的 完全就是緊張到爆炸 應該是 因為對你們來講 能夠跟布姐合作 而且有這麼親密的床戲 真的是很難得的經驗對不對 接下來我們可以期待 說不定你們還會有其他不一樣的 又要被誰找去拍什麼什麼 會不會這樣 希望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們還是就是 很希望有這種很好的機會 合作啦 因為我們這次不只是在MV上 其實是歌曲上 我們也有參與錄製嘛 會不會有計畫 要推出你們團員個人的專輯 個人的專輯 因為現在是Special的 以Special團體出片嘛 會不會哪一天 所以個別洪正出一張專輯啦 或Teddy或韋進 或陳其翔出一張專輯 或EP 我覺得這個機率 目前的可信性比較低 但是我們可能可以先試著嘗試 就是如果這整張專輯裡面 不是十首歌都是八個人一起唱 可能是有幾首歌是只有幾個人唱 或者是只有韋進soro 這種方式我們可以先嘗試 但如果說自己要先跳出來 出一張EP 或者是那可能比較難一點 雖然暫時還沒有這個機會 但是我們可以在一張專輯裡面 聽到個別的你們有 就像猜看 這個團體最好就是好幾種猜法 可是你們每一次猜 到底要怎麼猜呢 怎麼猜就看作品的那個風格啊 聲音啊或者是什麼 每個人就是加在一起的那個 感覺協調度都不一樣 然後會有不同的 因為也這樣會撞擊出不同的火花吧 對不對 我身為一個粉絲 我一定會很想知道的 譬如說 你們團體自己有什麼小秘密 可以跟大家分享啊 爆料一下 常常就是我們出國 然後我跟韋進住到同一間 其實這個人就是 洗澡真的洗很久 是真的很久的那一種 然後我有時候都會想說 他一進房間 我就很懶很喜歡玩手機 然後他一進房間就說 你要不要洗澡 我說那你先洗好了 後悔了吧 然後他就洗很久 那有時候洗一洗我就 睡著了 對我就睡著了 然後他出來之後 你要不要洗 我說明天早上起來再洗 因為你已經等到 已經睡著了 對然後隔天早上起來 又太晚起來了 睡又沒洗了 原來是承翔 不喜歡洗澡的那一種 他像很多男生一樣 都不太愛洗澡 可是他很奇怪 他不洗澡他也不會沖 這麼好 我還是會沖 稍微沖個腳 換個衣服 沖腳而已就對了 沖腳而已 他自己洗腳而已 自己洗腳而已 有時候就是 也沒有什麼動的話 因為我們一天有時候 沒流什麼汗 就是上通告都在冷氣房 這樣子 對 那韋靜呢 韋靜就是 常常就是有一些 很神秘的藥膏啊之類的 神秘的藥膏 因為我真的是跟他常住在同一間 所以你倆是最佳視野就對了 算是 因為我有時候去洗澡的時候 會看到 欸 怎麼聯盟通上面掛一條布 掛一條布 為什麼掛一條布呢 為什麼掛一條布呢 就我也不知道那什麼東西 就是那個啊 那個叫什麼 洗身體搓背的 澡球 他有很多 所以他的那個浴室 他有很多裝備 什麼洗臉機啊 什麼東西 洗臉機他都有 對他很專業的 他很在意他那個 臉上的保養 這方面 難怪他皮膚挺白的 皮膚挺好的 只要出國知道我們住同一間 我都沒有要 不會帶什麼卸妝品 不用 有他就好了 全部給韋靜 我說韋靜我給你一百塊 你借我用 長期租用這樣的意思 所以你還給他一百塊就對了 他都不會要 他不會要 我只是意思意思問一下 然後到晚上會就是 中藥 他用 晚上中藥時間出來了 對 有一天我就在睡覺 我就一直聞到麻油 不是 一個中藥的味道 我也說不出來那是什麼味道 然後說韋靜你有沒有聞到這個味道 然後他就很自然說 麻油雞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 那是我的中藥 我想說你的中藥為什麼是麻油雞味 對為什麼呢 因為他剛好是那個醫師給我的一小罐麻油 然後是要來塗在臉上的 天啊 可以消炎蛋巴之類的 真的麻油講說真的麻油是可以塗臉上很保濕的 對 上飛機有的我曾經講 好像趙永華還有講 上飛機臉就塗麻油 不是你沒事處的時候大家講說 嗯我們現在是這一餐是吃麻油雞嗎 那味道真的很重 對 還蠻獨特的 對早上一定會起來煮中藥 煮中藥 我泡中藥的茶 我在睡覺就一直在那邊聽到滾水的聲音 等一下 所以我已經是非常養生很愛那個 非常養生 這一陣子 為什麼要 因為我之前皮膚有一陣子很不好 然後我這一陣子開始 走中藥這條路才開始有比較好轉 所以是真的有效就對了 對對對 嗯 這種 那我很好奇 你們剛剛講說你們兩個常常住在一起 你們那麼多個人出去出國去 到底怎麼分配住房這一件事 工作人員好像都會先安排好 然後就直接給我們房卡 因為房卡通常 就寫好 所以你們是被指派分派好了就對了 嗯 就是飯店怎麼分我們就怎麼睡 等一下 千王是誰呢 大家應該會想知道千王是誰 千王如果我自己講的話 那就代表說這是我認為的千王 要數到三大家一起講才是公認的千王 好好好 要講英文還是中文 中文 一樣一樣 你這樣不就信 好 開始 一二三 憶恩 公認的千王 為什麼呢 據說啦 因為我本人還是還沒有抽到這個千王 我們好像都沒有 我們四個都沒有抽到 我們四個剛好都沒有抽到過 抽到過的幾位 有人 熱心的線報提供 就是說 憶恩他 比較 髒嗎 還是 比較亂 就是他東西比較不會去 整理好啊 這邊丟一下那邊丟 最後一天再整理的那種 就是會到處都散佈著憶恩的東西這樣 然後剛好前一陣子他染一個鮮紅色的頭 那他可能到飯店就拿那個布 那布是白的 那他這樣拆一拆 然後全部都變紅的 他就這樣丟 然後Evan就會 嚇壞他 我怎麼講出Evan 沒有沒有沒有 匿名 匿名團員就說 那什麼都是紅色的 嚇壞他就對了 其實不過很多男生其實代表 你們應該都還蠻很乾淨 因為很多男生其實都會亂丟啊 代表你們都不會這樣 會亂丟嗎 我不 還好 好像 我已經是亂在他自己心理箱裡面 對我心理箱很亂 心理箱很亂 要帶這麼多東西怎麼可以亂的 你要有多中藥要排好耶 他中藥跟保養類的很整齊 對 他中藥跟保養類的很整齊 不能翻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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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好可愛 那個不能翻倒 好 那那個洪正有什麼 大家可以抱他有料一下 歌就是比較神秘 因為我們有時候會有單數的人 去外面工作 那我們一定會讓歌就是自己一間 一個人 尊重 尊重歌 然後 我們跟Teddy以前有一次 我們一起去韓國訓練 然後我跟Teddy 那時候也就是覺得歌就是一個 高高在上的神秘人物 然後我們就是想說 要去跟歌熟一下 然後就說 我們就跟明傑 那時候還有明傑 我們一起去敲歌的門 然後歌就這樣打開門 怎麼 一個門縫而已 對一個門縫 就是一個門縫 然後我們就覺得歌是怎麼 很神秘 可是等一下是房間有誰嗎 沒有我那一次是因為我 好像是剛洗完澡還是準備要去洗澡 所以我其實是只穿一條內褲的 所以你是就投一個出場 所以我就這樣 什麼事 是因為這樣子就對了 是因為這樣子 然後你的從此神秘形象就要烙印在他們心裡 對啊 他們從那天開始就一直以為我有帶人進去 這樣子 那我們Teddy呢 Teddy的怪癖嗎 他有潔癖啦 Teddy有潔癖喔 我有 他有潔癖 就是 會有一點小強迫啊 就是會看到 欸這邊亂亂的 我就想要收一下 然後再亂亂的就收一下 你應該跟那個炎群一同一間才對啊 我會崩潰 你會崩潰嗎 我覺得我會崩潰 每一天都沒睡好的跟你 每一天黑眼圈 每一天都在整體房間 說了一夜 早上起來又都回復原狀 所以是有那個潔癖的就對了 你有潔癖到什麼程度嗎 比如說你 你的床不可以別人睡 是還好 現在還好 以前剛開始我們住宿舍的時候 我會 不准他們沒洗澡上我的床 可是我現在 比較能接受 因為已經習慣了 反正他們就 不管你怎麼樣 講了還是會上來 所以就算了 想追什麼個性的女孩子呢 這一題我沒辦法 因為我都被盜追 因為我都被盜追 我喜歡被盜追 蛤你喜歡被盜追的感覺 為什麼 就會覺得 不知道耶 可能人性的某一塊缺陷 就是覺得 所以你都是被盜追的就對了 也沒有全部耶 那這樣的女朋友幾乎都是盜追你來的 一半一半 喜歡什麼樣個性的女生 我喜歡可以跟我當哥們的 然後可以跟你當哥們的 就是可以跟我當哥們的 然後講話很直 沒有個性 所以你不喜歡 扭扭捏捏捏的那種女生 對 外表我覺得 不在意 就是你可以壞壞 但是你怎樣 心地是善良的 我都會 很有興趣 那韋靜呢 我喜歡很 很真的 就是 比較 比較 因為有些女生會感覺 好像有點假假的 例如 例如 不是說臉 例如 是個性假假的 好像很假仙 你不喜歡 你不喜歡假仙的女生 我不喜歡假仙的 然後 如果他 可以逗我笑的話 那我不覺得更好 好 天真可以逗你開心 邪心這樣 所以你喜歡很真的邪心 對 真的邪心 可以這樣講 也是啦 這種的 好 邪利呢 我比較看感覺 就是 其實我沒有很特定說 就是 特別 去喜歡 一種類型的女生 那 可能就是 我真的覺得感情這種東西 是 看感覺 對啦 也是啦 感覺來了 不管他 不管他會不會倒追你 不管他 個性 很假 搞不好也都矮了 對 愛情是盲目的 誰的異性緣最好 其他的歌迷也很好奇這一點 異性緣 嗯 是成翔嗎 對 你們覺得成翔是異性緣最好 嗯 好像感覺是公認的 這樣子 應該是 那誰的同性緣最好 同性緣 對 男生最喜歡的 我覺得 是我嗎 不是耶 我覺得還是 還是成翔啊 我覺得啦 因為 我身邊一些 我大部分 就是 好好講喔 好好講喔 同志的朋友也都很喜歡 他就這樣 有什麼 同志的朋友也很喜歡成翔 就對了 其實OK啊 因為男男女女喜歡 也是一件好事啊 對 非常 所以我們容登異性緣最好的 是我們的成翔 開心這樣 好 那有沒有男生跟你們告白過 成翔有嗎 就是你的嗎 我有 我有 五娘那段是不是 五娘就是那段 就一次而已嗎 一輩子記得 就一次而已 就那一次而已嗎 有過幾次 可是那一次就是 有過幾次這樣 讓我印象最深刻 可以跟大家再講一下嗎 你是說五娘那段嗎 對 因為我國中的時候 就是 其實我在學校就是那種 很常在打籃球 那種國中 國中女生都很喜歡運動的男生 對 對 所以我們就是 每天都在打籃球 那有一天就有一個男生 小男生 他就寫情書給我 然後我就說 就是我也不知道回什麼 就是我說謝謝你 是同學嗎 不是學弟 喔學弟 他 然後後來我發現他會亂造謠 所以我就是 他單朋友 對 他說我是他老公 然後會說我就是我 對他死亂中氣 然後鬧到我就是我下課也要去輔導室 跟他一起接受輔導 因為老師以為你真的跟他在一起就對了 對 就是老師會找我過去協調這件事情 那你到底有沒有回他信 沒有啊 就是 就是採取一個 不回應 結果他還就四處講說你是他老公 然後你對他死亂中氣 對 然後有一次我就跟他 就是有一點就是覺得 你不要就是在這樣 我就說 請你不要在學校對我就是 做這些事情 做這些事情 不然我們兩個可能會很麻煩 對 這樣講好像很怪 結果後來 他在學校以外 後來 後來我就去一間補習班 我去試聽 然後就聽到外面突然放蔡依林的舞娘 我想說外面 然後我想說怎麼會有人在我們 門口放 就想說外面的那個老師也太大聲了吧 放舞娘 然後結果就有人老師來叫我出去 那個可愛的男生他在外面跳舞娘 他拿了一個收音機喔 跳舞娘 他有說指定要給你看是不是 對 他是說我要跳舞娘給大家看 給大家看 給大家看 就是叫大家來看 我跳給丞翔看 叫大家來看 我這首歌是要跳給丞翔看 因為Jolin那時候是真的很紅 對 然後我也就是跟朋友他們講說 我很喜歡Jolin 對 他可能就覺得我喜歡 那他就去跳舞 那他用打扮成舞娘的樣子嗎 沒有 他要準備球或什麼彩蛋 他 我覺得他長得比我man 他長得比你還man 他比我現在還黑 對啊 就是他很man 然後他就是非常大方的跟你示愛就對了 對 然後那一陣 然後我就老師就跟我講說 請你先不要來試聽 他被拒絕了 最後一個問題好了 陳翔最多可以接受幾歲的女生 其實我應該所有團員都可以問一遍 因為我現在才23歲 沒有辦法下到多少 你要下多少你告訴我們 如果我找到適合的 幾歲都可以 20歲都可以 大家都有機會 太好 3歲的也有機會 慢慢長大 可以等那個 陳翔哥哥會等你 等一下 那韋姬你可以差多少 我的就很短 你很短 就是那個 範圍比較窄一點 多少 我可能就差 下的話可能 兩歲 上呢 上的話 頂多也是一歲吧 好窄喔 下兩歲上一歲 你要年紀很相當的 但是以我現在這個歲數來那個了啦 你現在到底幾歲 我現在25歲 所以你要26歲 或20 如果年紀越來越大 那往下的就可以 比較再多一點 但是所以你現在是 26歲跟23歲就對了 對 好 那洪正呢 我30歲 因為我希望50歲的時候 還可以交到20歲 你是正中嗎 所有男人都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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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要用30歲的那個就對了 開玩笑的啦 開玩笑的 那你講一下你大概幾歲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難講 因為如果現在說出了一個range 但是我真的遇到了真愛的時候 他已經超出我今天所講的 那我就是一個自打嘴巴的250 那個Teddy你是多少幾歲 就我的觀點也是 因為像我剛剛說就是 就是看感覺的嘛 因為就是盲目啦 真的喜歡的時候 不會去在意太多年紀的東西 所以年紀對你們來講 都不是問題就對了 好 今天很謝謝所有的網友 在網路上等待我們喔 今天謝謝Special 謝謝 拜拜 給他們一個緋文好了啦 好